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竹麵館 竹麵館 好吃到沒有黃館 竹麵館有三間法拉城Casina Boulevard 59-08號 電話718-539-8882 明街40-21號 電話718-358-8855 布洛倫五大道 86街8619號 電話718-238-330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竹麵館 又一個禮拜了 新年快樂 對 新年快樂 首先我們跟各位聽眾觀眾 祝他們新年進步不要快樂 因為很多人買股票的 快樂就很大劑 新年進步吧 好嗎 為什麼這樣 快樂快樂 落嘛 千萬不要落 快點落 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我們一說起說 拿起杯酒 祝大家 哎呀 身體健康 不不不不 一聽到你那些祝詞 我就知道你的年紀是多大 為什麼 祝你身體健康 不不不那些好像都是差不多年紀的了 都是都是 就是老一輩的 老一輩的了 都是五六十後的了 或者四十後 不是這樣說 好 很多年輕的都是祝父母 爸爸媽媽身體健康 祝父母嘛 我們有些朋友在一起 祝大家身體健康 那是這樣的意思 那這些不是這樣說 很多時候呢 你就朋友和朋友之間說 那他一舉杯 哦 身體健康 哎呀 身體健康 那我就說 一舉杯身體健康 你一聽說身體健康 就好像說 都差不多年紀 我覺得有這樣的看法 你這樣說 你錄了出了街之後 那些人不敢這樣說 不是不是 暴露年紀 那也不是的 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年紀大一輩的 身體健康都可以的 朋友之間身體健康 大家一起玩一堆 那樣 開虛心心 那樣 這都是一個好的祝辭 馬先生 新年有什麼 有什麼遙遠的理想想 有沒有什麼想 今年實行的 我們沒有什麼特力的 叫做什麼 野心的了 這樣的年紀 和朋友 開虛心心的 有機會見面 唱歌 聊天 喝紅酒 我就很滿意的了 和子女 子女 子女 女大 女世界 如果是這樣說 人生一大樂事 真的 如果約三五次幾 倒一杯紅酒 拿些花生 芝士 廣道 聊聊聊聊 天南地北 又是挺捨意的 很捨意的 我是很喜歡的 大家在這裏 坐下三五次幾 吹一下水 聊聊天 天南地北 什麼都聊天 男的在一起的時候 說男人的事情 女的在一起 或者說女的事情 男女在一起 大家說私民一點點的事情 男人會不會坐在一起 都是說女人的事情 有的 坐在一起都是說男人的事情 男人在一起 真的很奇怪 真的會這樣說 會的 我們男人在一起 就是我的經驗 就是大部分說什麼呢 天南地北什麼都說之外 說一下財經 體育 女人 就是什麼都涉及的 很少說子女怎樣 比較少 女人就多些 會 女人通常說子女是怎樣 是的 我老公出去又怎樣 是的 或者說 誰誰又怎樣怎樣 女人最喜歡說這些 我們反而少說 誰誰怎樣 但我們在一起 多數都是什麼都聊 大部分時間都是說什麼 說體育 政治 聊聊聊 喝兩杯聊的時候 用酒精來吹一吹 刺激一下 說到東西出來的話 有時候會有拆出火花的 不是說大家吵架 大家說到東西出來 都很好玩的 有時候覺得 買三買買股票嗎 有少少 會的 一定會 我不是一個短線的投資者 我是一個長線投資者 我的股票有些 跟蹤我十幾十年了 我都沒有賣 看看做不做 長遠來計 是一定會升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投資到股票裡面 如果那間公司是不倒閉的話 它遲早會升 一定會升 為什麼 因為它是經過通貨範漲 市場的波動 慢慢都會向上去 除非公司是不倒閉 破產 變成油控 殺了什麼都沒有 如果它還在的話 業績不是那麼差的話 都會慢慢上升 你說 孔市那些瘋子 什麼股 股突然會升得很厲害 它就不會 有些穩陣股 藍籌股 都是動盪之中 偏向上面的 你有沒有買的 我很久以前有買 然後就不敢買 因為不懂得買 我估計你都是 短線投資的多 因為我是長線投資 我多數都是買一些 比較穩陣的股票 當好過放在銀行收息 現在銀行收息 0.01% 但我都是奉勸 如果是不懂的話 最好是不要買 你長線投資 譬如說有些藍籌股 有那些股息收 我覺得都比較好的 反正都是 去收股息 好過收銀行利息 那需要找一些專業人士 幫你插入一下 你要買些什麼 買些什麼 會不會有這樣 或者幾個朋友 大家商量 這段時間有什麼好買 怎樣有什麼 我覺得如果你不懂就沒有買 找專業人士的話 他都不幫得到你 他只是幫 我覺得專業人士 大部份都是為了他的 擁金 因為他要叫你多點買 多點賣 他才有擁金收 你只買一個 好像做我的生意的死火 我買了十幾年 我也不買 如果你沒有交易 他沒有錢拿 他沒有錢拿 他只是 或者放在他的公司 他收你一年的管理費 多少錢 一定會收的 他一定要開門做生意 你不可以說 什麼都不給別人賺 他一定會賺你 只不過我覺得 沒有那麼多買買的時候 他就賺少些 因為每一個交易 他都有錢收的 買也好 買也好 兩邊都有錢收的 那你買 以前是不是買藍籌股 不是 以前我通常聽別人說 別人跟我說 你買什麼 什麼好 好 買 所以說是盲中中的去買 等於是 送些錢給政府 送些錢給 那也不是的 你買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你不貪心的話 你買藍籌股 放在這裡 收下股息 實在 就不會說 好像你想像中 起到那麼膠關 今天起二十元 明天起一百元 沒有這些 你慢慢慢慢 因為他始終都是有利息收的話 你都不會說 測去哪裡 如果你沒有經驗的話 我就勸你 不要買股票 找些錢去投資 另一種東西 因為股票這件事 如果你買得不對的話 真的會輸很多錢 太過浮動 浮動得太厲害 因為他那個上落 太厲害了 如果不是 就是說你真的有多餘錢 就是盡量 我剛才不是說過 如果你是買藍籌股的話 都不會測去哪裡 很多時候藍籌股 都挺平穩的 你說沒有驚喜 突然間大上大落 就肯定沒有了 但他肯定就會 令到你不會吃本 除非那間公司 突然間 有些什麼意外發生 突然間業績很差 因為他每一季都要報告 他的業績 他每一季業績好的時候 他會升 如果業績不好的時候 就會跌 就算業績好 就要看你下一季的情況 是怎樣 如果下一季 他說 不會賺得比今季多 他一樣會跌的 不是說你今季賺錢就可以 所以他的股票是買未來 不是買現在的 所以你不會每天去看你的股票 我沒有的 我沒有每天去看的 我完全沒有每天去看的 我是來不來看一下 最近升得很重要 我看看我究竟有沒有升到 有時候不升 因為你那些 不是他升的那些隊長 如果一下子升得很厲害 你會不會很開心 不會 又不會 因為他會跌回 還有我覺得 就是我的感覺 還有我的經驗 他升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跌 一定會跌 所以你如果是做這些投資的話 你不如賣掉它 賣掉它 賣掉它 應該是否說 沒賣那天你都未算賺 是啊 你沒賣那天都未算賺 你沒賣那天都未算賺 但是你虧了那些 通常都很難再翻身 那些股票 因為他的公司可能有問題 或者他公司快要倒閉 或者破產 他的業績不太好 不太理想 全部影響股價 股票是買未來 不是買現在的 他覺得你的公司潛力好 他就給你氣 但其實他公司未賺錢 就好像很多公司那樣 根本他仍是負資產 但是他的股票還未升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華爾街 是看你們的前景好不好 你的前景好的話 他就賣你的將來 所以先升定 到他做了生意 真的好的時候 他就不升了 然後就很平穩 很平穩 如果你的公司是好的話 他已經升了 他已經建立在裡面了 就是已經建立在裡面了 你不說我的公司已經這麼好 升得這麼好 為什麼我的股票不升 他就這麼好 其實他當時 他還未賺錢的時候 他已經升了 到他真的賺錢的時候 他的升的幅度反而慢了 等於你好像石油那樣 之前是不是 一下升到多少 然後現在跌下來這麼多 他的油價都是差不多 不是跌得很厲害 他有一年跌得很厲害 這次最低是跌到27元 27元跌到最低 現在升到50元 但是我們加油的時候都沒有 有 反應到的 都反應不得很多 不多 但是我們最低的時候 我們試過 譬如說在紐爵士入油 少過2元 紐爵士 是啊 過幾日子 過幾日子 這個肯定是2元 在紐爵士有些地方 低於2元 過幾日子的加鈴 但是聽說紐爵士就開始加油的稅 加了之後 可能將來不會比紐爵便宜很多 那又不用特意過橋 不用 因為你特意過橋 你還要給韜 其實是不值得的 紐爵士就在紐爵士 無謂過去 這麼巧過去 就順便入賣油 我覺得不需要特意過去 沒有這樣的必要 你覺得韜錢都不少 順便在上面 順便入賣 你有沒有經過紐爵士 沒有 因為我很害怕 很害怕 Hall and Turno那條 你怕開車過去 有時我過去的時候 我都會入 你為了我們自己紐爵的經濟 我們都應該留在紐爵裡入油 當然 是 鎮興紐爵 是的 鎮興紐爵 我們那個油價 其實與國際的大勢動盪 是很有關係的 那你的股票本身 就與它的生意 和它的前景有關係 這兩樣東西 其實是不可以混合來講的 油是一個 commodities 即是一個叫什麼 叫做 中文叫什麼 叫做 是不是叫做連鎖 不是 commodities 即是那些東西 好像米 連貫性 不是連貫性 那些叫什麼 中文第一次眼 不是 是一個commodities 不可以跟這個股票比 股票是一個公司 公司本身的資產是怎樣 它是值怎樣 所以我奉勸大家 如果是沒有經驗的話 就不要去買這些 OK 那我們 我們先喝一杯 下一集就到 晚上茶師 即叫即正 吃不停至晚上十點 君豪大酒樓 在法拉省羅斯福大道 136-20號3樓 電話718-358-3388 718-358-3388 嘩有好處 快點拿手機 和我一起去美顏芳 拿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真的這麼好處 資生糖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不是便宜的 而且很適合我們 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有用 免費拿來旅行 都不知多方便 對呀 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十八階 六八零六號的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 快點拿來智能手機 對呀 我順便買些資生糖 Shishado 護膚和化妝品 那在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八零六號 明顏芳見 1月5號 第二節 又回來了 剛才說你賣股票 股票賺了錢 那就很開心 很開心 就喝杯 開香檳 開紅酒 我知道你是做紅酒 你的紅酒很漂亮 尤其是這支紅酒 我什麼時候 我好像女兒結婚時候 問你的 那是 那我給你分 flags 是 這支其實你能試喝過 又便宜又美又唔 對 抵音 還可以打字 之前有打字 我再裏結婚日子 對 給你的名字 接著結婚日子 好多謝你的幫忙 那想起飲紅酒 好 你知不知道紅酒的來源是何時的 有沒有參考過 或者尋找過 有尋找過 但可能是一些不正確的 不可以說不正確 因為這些可能是歷史太柔軟 據我所聽 聽聞是 紅酒是由中國西圍來的 不是紅酒 應該是葡萄酒 不一定是紅葡萄 可能是白葡萄也不認識 他只是說葡萄 是西圍那裏來的 所謂西圍是哪裏 陰曼 那天是蒙古 算西圍嗎 西圍不是 西圍即是中亞那些地方 你說的是對的 東歐那些 東南歐那邊 那裏都是屬於中國的 西圍不是西圍不屬於中國的 不屬於 我們是去到新疆那裏 之後過了絲綢之路那邊 就開始西圍 那是歐洲來的 西圍未到歐洲 其實是東歐過少許 東歐過少許 東歐還要再過 即是另外一個國家 是中東上面少許那些國家 在印度過少許那些 過了印度少許 在上面那裏 那些人說是由那裏傳 即是中國這裏傳了下來 這裏 我們中國人 然後再傳去西班牙 是否這些是野史來的 是不是這樣 我就不知道 不過 不是說葡萄酒 說酒這件事 你剛才說得對 我們中國是八千年前已經有酒這件事了 當時中國可能沒有葡萄 但已經有酒 中國人是用糧食做酒的 米酒 米呀 麥呀 小麥呀 那些 我們做酒 麥小麥呀 那些 糕糧呀 那些 為何不可以呀 麥小麥那些 做啤酒嘛 啤酒不是德國來的嗎 啤酒是麥做的嘛 是啊 但不是德國那裏開始做的 不是 它那裏是比較出名一點 其實是哪裏做的呢 啤酒我就未有研究 但紅酒 你說得很對 是中亞那裏開始的 我知道的就是 大約公元前 六千年前 即是八千多年前 六千 六千 BC Before Christ 即是我們現在公元後二千 二千零十七年 公元前六千年 即是八千年十七年前 八千多年 不要說起色年幾年 在一個地方叫Georgia Georgia 叫做吉魯吉亞 這個國家 現在的名字 現在的地方就是吉魯吉亞地方 那裏發現到先的 這是第一個發現到有葡萄釀酒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公元前五千年 即是七千多年 那裏發現了 希臘 希臘 希臘發現 那他為何說是叫 到底是叫葡萄酒還是紅酒 葡萄酒 是叫葡萄酒 葡萄酒是包含白 紅 兩種葡萄 你說紅酒 即是包含紅葡萄 所以我們叫葡萄酒 公元前四千年 四千一百年 四千五百年 就是羅馬 羅馬那裏有葡萄酒 公元前四千一百年 就是亞美尼亞 亞美尼亞 就是南東歐的地方 一個國家 亞美尼亞 這些地方就是他們最早發現有紅酒 應該說是有葡萄酒釀製過的地方 那究竟為何這個葡萄酒會變成這樣流行 或者是會延伸到今時今日 還那麼多人喝 而且很多葡萄酒是我們做甚麼呢 是我們用這個religion 宗教上面用的 宗教上面用來做甚麼呢 譬如說 基督教 天主教 優太教 他們都會在祭祀期間 用葡萄酒來祭祀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會這樣呢 將葡萄酒變成一種做宗教儀式的一種 叫甚麼 叫做 磚敬 磚敬的一個物件 對上帝來說是一個尊重 尊重 奉獻上帝 即是等於敬他酒 差不多是這樣 你說那時來講已經開始有葡萄酒的出現 你說這個葡萄酒會伸展到今時今日的話 有八千多年的歷史 已經考證到的 有那麼久 可能剛才你說有一萬年前都不頂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中國人葡萄酒就是沒有 因為中國人就不是那麼多葡萄 或者天氣不是那麼巧 但是葡萄酒就是 其實你剛才說得很巧 是西域傳入我們中國 那葡萄酒是否真的喝了對身體那麼好的呢 是 因為真的很多 我看很多專家怎麼說 是 說喝適量的葡萄酒真的最好 是啊 據我所了解 就是 紅的葡萄酒 對白的葡萄酒來說 是會對身體好過很多 因為它裏面的紅葡萄酸 是可以抗氧化 又可以幫助你免疫能力提高 但是適量喝 你不要喝多 喝多的話 它裏面的酒精會對你傷害 但是那些人說 是不是說 紅葡萄酒熱氣一點 白葡萄酒又沒有那麼熱氣 又沒有什麼事 熱不熱氣呢 我不趕著再說 白葡萄酒就少了很多葡萄酸 所以喝白葡萄酒 相對來說 是沒有紅葡萄對身體好 剛好我本身對白葡萄酒沒有那麼興趣 所以我多數喝紅葡萄酒多些 另外就是白葡萄酒 它比較甜多些 就是糖分多些 為何會這樣 為何會白葡萄酒甜一點 白葡萄酒甜 比紅葡萄甜 即是本身有葡萄酒甜 對 葡萄甜 那這些糖分是哪裏 你做酒需要什麼呢 就是需要糖 你沒有糖做不到酒 那為甚麼紅葡萄酒 為甚麼會不甜 很多都不會甜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紅葡萄酒 做葡萄酒的時候 它是連皮放進去做 皮裏釋放了葡萄酸出來 就是對身體好好的 即中和了 還有葡萄籽 那些葡萄籽 它一起放進去做 那些葡萄籽很濕 很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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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濕的時候 其實葡萄籽 對身體也是很好的 所以你覺得 紅葡萄酒 就沒有那麼甜 白葡萄酒本身 白葡萄是甜的 那它難道沒有紫 有沒有皮 它的紫和皮 都甜過紅葡萄酒 那些紅葡萄 你試試拿葡萄來試試 白葡萄是否甜點 是甜過紅葡萄 紅葡萄相對來說沒有那麼甜 紅葡萄你吃的 那些呢 就不是我們做葡萄酒那些 做葡萄酒那些是另外的 不同的 那些不是拿出來買給你吃的 那些葡萄酒一般來說 比較濕 和比較酸些些 另外 我們講葡萄酒 你說葡萄酒 這個世界很多 每一個國家都有 那些葡萄酒 最出名是哪些國家 一想起葡萄酒 我聽法國 法國最出名 其實是否法國出名 當然不是 只是把葡萄酒的製造 釀酒過程 精華 做得比較細些 他們都有很久做酒的歷史 法國做葡萄酒 都有超過千多年的歷史 但法國的葡萄酒 為甚麼 比我感覺上 喝到口是淡一點 它的口感 沒有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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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很濃 口感很濃 不夠濃 我們叫做 不夠full body 為甚麼呢 這是第一 法國的葡萄酒 不是單葡萄做的 譬如說你這個酒 四個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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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葡萄酒 很少單葡萄酒 美國的紅葡萄酒 或者白葡萄酒 Chardonnay 就是一個葡萄酒 起碼酒 80% 75%以上 是 你說單葡萄 可能有些人不懂 聽 單葡萄的意思 是怎樣 一種葡萄酒 即是每一種葡萄酒 即是每種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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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75%至80%以上 才可以叫那個葡萄酒 你以為是50%至80% 有其他葡萄酒 他們說明是甚麼甚麼 要知道幾個百分是甚麼 幾個百分是甚麼 你這葡萄 就是那些葡萄本身 相對來說 是葡萄酒後出來喝 它是那個煉酒師的口感 你覺得它濃 或者覺得它不夠濃 就是看你的口味 那法國酒為何會那麼流行 因為它的酒是比較沒有那麼甜 它比較乾一點 是吧 所以乾的酒可以放久一點 甜的酒就沒有那麼容易放那麼久 所以乾的葡萄都是好喝 即是會喝酒的人 就會覺得好喝一點 乾的口感是怎樣 比較濃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甜 即是木味會比較重嗎 不是 味重不重是看酒本身的身體 全身體 全身體 半身體 還是全身體 全身體 全身體是很淡的 剛才我們喝的淡的酒 就是不夠身體 有些很濃的酒 喝下去 譬如有些意大利酒 比較濃的 那些很全身體 即是你的口感喜歡 並不是酒本身好不好 是你喜不喜歡 如果酒本身好不好 是兩件事 很淡的酒也是很漂亮的酒 很濃的酒也是沒有那麼漂亮的酒 所以不是說 一定是你覺得它不夠濃 就是不是好酒 錯 我們剛才說過 所有的喝酒都是 以你個人的喜愛而定 不是說那個酒本身的價值是多高 或者是哪個國家出 哪個地方出 是不對的 最重要是你能夠喝到你自己的酒 喜歡 而我覺得 價錢是對的話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是比較 喝酒上來說 比較我覺得是 如果你經常喝的話 你不需要喝幾百元一瓶酒 也都喝不起 到底幾百元一瓶酒 還有幾元十多元一瓶酒 這些區別到底大到怎樣 那我就下車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你是否再考慮買新車嗎 大家知道 時代車行在布羅倫紅黃後區 開了四間分行 任何品牌和型號 從貸款、換車到上牌 時代車行樣樣精通 服務周全又專業 四十多名專業經紀 為港大華人服務了超過四年 國產、日本、歐洲 應有盡有 能有多便宜 就有多便宜 在布羅倫 拓展了時代第一家 超大華麗的汽車維修部 包括版金噴漆、保險股價 10000-688-0456 時代車行 時代車行 往事又傷心痛 時光飛遲 掉進了回憶 又一次 一起去看電影 那個故事 感人恢復 還記得 你流著眼淚 在黑暗中 我們輕輕相擁 在這場 心裡裡華大大 紛紛揚的宇宙 我們可能不能像 送去那樣的 輕輕相擁 在一切 甜蜜的 瘋狂的 都遠去的晴天 我們可能不能像 送去那樣的 擁抱在宇宙 在宇宙 相信你的模樣 感情那麼溫暖 那麼愛想 像那些 你似乎就在眼前 一切搞笑 一切搞笑 回到了宋憲 很多次 一起坐在宇宙 那個情景 那麼悶如夢 我還記得 我還記得 你總是靠著我肩膀 在宇宙 我們輕輕相擁 在這場 心裡裡華大大 紛紛揚的宇宙 在宇宙 我們可能不能像 送去那樣的 輕輕相擁 在一切 甜蜜的瘋狂的 都遠去的晴天 我們可能不能像 送去那樣 擁抱在宇宙 在這場 心裡裡華大大 紛紛揚的宇宙 我們可能不能像 送去那樣的 輕輕相擁 在一切 甜蜜的 瘋狂的 都遠去的晴天 我們可能不能像 送去那樣 擁抱在宇宙 停火